你能想象吗 眼前这片平平无奇的树林 竟然是世界茶叶发源地 这里是云南井脉山古茶林 前两天刚刚成为全球首个 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片茶林什么来头 可以在物产丰饶的云岭一枝独秀 又何以走出深山闻名世界 本期《中国的栏目》将为您讲述 井脉山古茶林的故事 井脉山位于云南省普尔市兰仓县惠名镇 现存1.8万亩古茶林 100多万株古茶树 拥有一千多年的种茶历史 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久远 面积最大 保存较完整的人工栽培古茶林 被誉为茶树自然博物馆 居住在井脉山的布朗族 戴族世代以茶为生 种茶 制茶 吃茶 饮茶 继茶 裤茶 形成了以茶为中心的生活哲学和精神信仰 也由此孕育出了当地独特的茶族文化 如同沿海地区民众信仰妈族 井脉山市居民族也有自己的信仰 茶族 相传一千多年前 为躲避战外 布朗族先祖帕埃冷率族人南迁 迁徙到井脉山时遇到了威力 偶然间吃了一片树叶 竟然治愈了病痛 于是便率部落定居下来 开始栽培这种能治病的树 慢慢地 从一棵到一片 凡是布朗族人生活的地方 都有培育驯化 也生虎术的痕迹 临终前 帕埃冷为后人留下了遗训 留下金银你们会花光 留下牛羊会病死 只有留下这种树叶 子孙才会享用不尽 这种树叶 就是茶叶 后来布朗族人为了纪念泰冷 便把它奉为了茶祖 每年四月 山康茶祖节 布朗族人都会聚在茶魂台 呼唤茶魂 祈求先祖保佑茶林和村寨 今天 当我们漫步在翁迹古寨 仍能在岁月痕迹间 轻易找寻到布朗族人的民族图腾 但如果只剩茶祖崇拜 还不足以让井脉山闻名世界 真正带领这片古老土地闯出大山的 是井脉山人延续千年之久的生态智慧 这里的生态有多好 这棵蜂王树就是答案 蜂王通常都有自己的领地 互不打扰 但是在井脉山 你却能看到一棵树上 有八十多个风寻 和平共处的震撼景象 继续往深处走 接下来你会彻底被这里的生态智慧所折服 茶林的最上层是高大的桥木 中间的灌木层是弯曲的茶树 地表则是低矮的草本植物 简单地清理一下森林的一些杂草 然后就在空袭里面栽种茶叶 种植茶叶 我们把它当成生命的一部分 来种植来传承来发展 茶树 花朵 昆虫 飞鸟 一切生物自由生长 而后回归天地 这是井脉山人的智慧 茶林共生 人茶共存 也是这片古茶林得以延续千年 成为当今世界规模化台地茶种植场景下 最独特存在的关键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份特殊 造就了想与中外清香细腻的普尔茶 井脉山的普尔茶有多有名 据说以前的茶商在外地购茶时 只要抓起一把茶叶闻一闻 就知道是不是井脉山的茶 那么井脉山的茶何以如此特殊呢 好的生态环境 诞生好的茶种 当地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 培育了高品质普尔茶 需要使用的特定原料 云南乔木形大叶种茶叶 每年四月 彩茶变成了当地人的头等大事 彩茶 尾雕 杀青 柔鸟 干燥 在井脉山 最讲究的彩摘与制作工艺 仍然依赖传统手工 辛劳又漫长 和我们熟悉的泡茶不同 在云南茶文化中 烤茶才是 大族 布朗族等少数民族 最传统的饮茶方式 将碳果放入葫芦内 待烤至茶香复御 再放入土桃罐内 加入开水葱泡 如此并能获得一杯好喝的烤茶 有趣的是 这种品茶方式 虽然与唐代的煎茶颇为相像 但又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 透过这一杯茶椅 我们或许能够得以穿越时空 听见茶马古道上悠悠灵响 推荐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我现在已经够到某一个地方 在某种方案 儿童谏和荣 我只是在某种方案 给你遇到某种部分 我已经在某种方案 需要缘分枢 让我到某种方案 千年以前 当躲避战乱的布朗族先民 决定在此繁衍生息的时候 或许从未想过 这片隐秘在中国西南边陲的 万亩古茶林 将会在千年之后 成为文明世界的茶文化圣地 在这里 古茶林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可以充分的保护和传承 成为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 而能够保存如此珍贵价值 经千年仍未变的古茶林 放眼世界唯有境外善 心轻言下来 必须改变 仇门 仇门